你们也千万不要以为 余敏洪老师是靠直播带货 挣那点钱啊 你不要以为新东方是 靠直播带货那点差价挣钱 根本不是 是新东方的股价 当时K12的时候 被砍到了脚踝 蒸发掉了90% 但是东方甄选出来之后 又回到了几百亿市值 所以余敏洪老师 是在资本市场获得了大的价值 2021年余敏洪老师 被评为最惨的老板 桌衣板凳都要捐了 可是2022年 他的股价又完成了十几个涨停板 股价又回到了几百亿的市值 不就是因为他从K12 从英语培训跨到了直播带货 我其实希望的是告诉你 现在所有的实际企业 都要布局线上 都要和新媒体嫁接 有多少公司很感谢我 你们知道吗 就是实体门店 如何嫁接线上 如何嫁接新媒体 短视频 如何嫁接直播 你知道我的365卖了多少份吗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买365呢 那肯定是大家的需要 任何一个老师的爆火 不是这个老师有多牛 而是市场需要它 张老师的理念 张老师的方法 张老师的课程 是迎合了市场的需要 所以在去年的商业类目当中 知识付费当中 我们365是绝对爆款课程 如果你懂短视频 直播应允 你赚钱很容易 中国的互联网网民 已经达到了11个亿 短视频用户达到了9.4个亿 但是很多传统企业 知道新媒体是个机会 没有人才 就是任何企业 在如何做好新媒体 短视频直播这一块 内容营销这块 非常的稀缺 所以如果你懂IP打造 短视频直播应允 你赚钱很容易 所以今天你做企业的 如果你还不知道 怎么玩短视频 怎么玩直播 怎么布局新媒体 那你未来真的会很惨 这个不是我微眼耸听 所以你要是不去采直播 你不去采短视频 哪个地方还有机会 我反正是没有找到 哪个地方有流量机会 超多个短视频的 就是这一仗 不是你要不要打 是必须得打 而且还得打赢 是60分 80分 还是100分 所以365赶快去下单啊 早学早好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真的搞不懂你们 300多块钱 教大家 怎么做短视频 怎么做直播 怎么布局新媒体 如果你去学习了 你学懂了 你去应用了 你去改变了 也许会给你创造 10倍 甚至100倍的价值 所以300多块钱 真的影响不了你的生活 少吃一顿聚餐 少唱一次KTV 所以少吃一顿火锅 用365换取一个新的增长可能 开辟你公司新的增长曲线